如果993表是一個範例 假如本來沒有 然後如果你有個對應關係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思考就是說 你的標題列在哪一列 標題欄在哪一欄 比如說我們標題列第一列 標題欄在A欄 以後的話就記得這些訊息 那再來就是說 你就把這個 假設你要完成這個公式的話 你就一樣做原來一樣的事情 先把那個公式有沒有 先做出來之後 然後呢 只要看到這個公式裡面呢 它是第一列的話 比如說B2嘛 那你記得就是說 我看到是 因為我的標題列在第一列 那我就把它鎖起來 然後呢 我的這個標題欄在A欄 所以我在第二個儲存國 就把那個A欄給鎖起來 那後面相乘的結果一樣 就是後面這個列跟這個欄 那相乘的結果就把它丟到這邊 打勾之後 當然你將來如果順利的話 只要你的公式裡面沒有做錯 向下 向右 就一氣呵成了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這個鎖定的技巧的話 我看這個可能要做很久啦 尤其 有的人如果之前是鎖那個 兩個都鎖的話 那恐怕你可能要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向下拉啦 你沒有 你沒辦法向右 好那這個是九指寫法表 那個欄列的鎖定的技巧 你將來只要記得 反正鎖哪一欄哪一列 應該就OK了 那但是第二種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鎖定技巧 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在九指寫法表裡面的話 假設我今天有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如果我今天也要做出 九指寫法表 但是不鎖定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在這邊有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一個叫 檢視與參照裡面 檢視與參照這一個類別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參照 什麼叫參照 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函數可以自動幫我抓出 我現在所在的儲存格裡面 它的欄是哪一欄 它的列是哪一列 那最重要是有兩個函數 一個叫column 它會傳回參照位置的欄號 也就是它只會告訴你哪一欄 但是它列它不會管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row Row 這個row 這個row的話 它會傳回什麼 你現在儲存格在哪一列 哪一列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利用這兩個函數 做出99層法表的話 有沒有辦法 其實這個column跟row 還蠻好用的 有的時候你要怎麼講 利用你現在所在的 這個儲存格的訊息 去抓取可能是其他的資料 你可以用什麼column跟row 然後加跟減 去取得其他的位置的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我利用那個column跟row 怎麼樣把它騙出99層法表 第一個按column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有個reference 就是你要參照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不選 我就直接用預設的 所以因為我現在儲標在A1 所以它參照到的 它回來的結果會是 所以會什麼呢 因為它在第一欄嘛 它回來的應該就是A欄 可是它不會給你一個文字 它會給你一個數字 所以它會回來就是E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E嘛 表示因為你現在在A A1 然後按確定的時候 如果說你把它向右拉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產生其他的那個 其實你拉過來 每個公式裡面的這個函數都一樣 但是結果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你所在的儲存格位置有沒有 在第二欄嘛 所以這2 3456789 那感覺好像 那再來如果說你要把它變出什麼 9就是什麼要不要 那你可以什麼 在這後面什麼